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用六頂記來論全苗造假的辦法 作者是韓柏 發表在思考香港 發表在2019年11月21日 他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 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利益關係 但利益關係很微妙 而且變化不斷 此消彼長 在這個情況下 政客不可能把所有意圖都覺得清楚 每一步都影響到政犯兩面 在這個錯綜複雜的情況下 就催生了不同的陰謀論和謊言 一直以來傳媒發放的政治消息 就是真假夾雜其中 除了報導新聞之外 亦都會有當中的信任 自身的立場 諸般的陰謀論和謊言 企圖反而影響政局 傳媒怎麼可以造假呢? 方法自然很多 參考金融武俠小說 六頂記的某一段劇情 似乎可以總結了傳媒浪虛作假的辦法 金融先生 就是曹亮融 就是貝爾拜克自然 心名當中的奧妙 把道理融入小說裡 他的可讀性非常之高 所以現在這裏 六頂記就是炮轟 什麼呢? 那個什麼島呢? 就是六頂記的第35回 炮轟神龍島 話說 韋小寶的炮轟神龍島 打一反過來 被熊教主手下的蓋住 生命危在單跡 被人一手擠去傳媒 見熊教主和熊夫人 熊夫人說 大家都進來 六小軒就拔住 韋小寶的後領 將他提入傳媒 六小寶心中心念一道 轉頭對獸頭和尚就說 你這個家夥 做謠言 說什麼教主和夫人身體不好 我不顧一切趕來救家 誰知道 教主和夫人一點事都沒有 幾個掌門的門師 又在做犯嗎? 大家都知道 六小寶是吃幾家茶飯的 又是朝廷名官 又是天理會的鄉主 還有做神龍教的教徒 做犯明明是他 但他是造謠生事 挑撥離間 製造矛盾 反過來指責熊教主的手下做犯 要怎樣挖中水送 最重要是 拿到對方心裡最恐怕的事 對熊教主 一教之主 未必害怕什麼敵人 但最怕教徒 造反 熊教主派手下捉拿 偉小寶 但聽到偉小寶反過來指責他的手下 自然又會觸動神經 一定要查清楚 偉小寶一開始 拿中了 教主怕人造反這個矛盾 一進來就 站穩了一個有利地位 大家都知道 在不同的地方 恐懼是潛藏在心裡 譬如歐洲國家最恨就是立稅當 英美民眾最怕恐怖分子 香港人最不高興就是共產黨 窮人就仇富 地方商人又怕警官 人人都有死穴 只要拿著死穴 縱使所說的謊言錯裸白出 前言不對後語 亦都好人言言一時日 張信張疑 重點就是 很多謊言都不必毫無破綻 甚至可以錯裸白出 只要使人擔心 懼怕 或者憤怒 捉住群眾的矛盾點 自然就會有人選擇相信 接下來偉小寶繼續找矛盾點 然後看看他如何發動攻勢 偉小寶就說 屬下奉教主和夫人之名 混入皇宮得到兩部經書 後來去到雲南 吳三貴平西皇府 又得到三部經書 皇宮中的兩部屬下已派 六高軒 呈上教主和夫人 教主和夫人說 屬下辦事妥當 叫六高軒的次了先約 雲南所得的那三部屬下放在北京一個十分穩妥的地方 命半頭陀和六高軒看守 哇 六頭陀和半頭陀當然害怕 即時面色大變 沒有啊沒有啊 哪有這樣的事啊 教主你老人家 不要聽這個小寶亂說 造謠之法自然就是 借著矛盾點 繼續抹黑正敵 製造更加多矛盾 熊教主派手下找四十二張經 一來也擔心偉小寶不肯交出所有的經書 二來也擔心他的手下會滿住他獨吞經書 偉小寶也找到厲害關係 繼續抹黑造謠 以圖脫身 當然他有一念之詞 又是因為 若形輕易相送 指控之外 還需要一些所謂證據 偉小寶就說 已經得到那三本經書 熟下就恐被人偷去 因此砌在牆內 我吩咐了陸高軒和叛頭堂 全部不離 陸高軒和叛頭堂 我叫你守入屋裡 不可以外出 為什麼來到這裡 是不是失了寶典 誤了教主夫人的大事 誰來擔當 兩人面面上去 無言可對 過了一會兒 陸高軒說 你有沒有說牆內砌了寶典 我怎麼知道 當然 這個所謂證據 當然是把事實和謊言夾集在一起 教人難以分辨 偉小寶得到五本經書 交了兩本是事實 另外三本是自己獨吞 但他反過來 把正敵扯下去 偉小寶曾經要正敵守在京城屋裡 這是事實 但跟經書是無關的 把這件事略為改編一下 反過來成為很容易相信的謊言 真假的證據混在一起 嘗試難以判斷 只要有矛盾點 抹黑對方 忠言 理據不足 亦都可以 互原八倒一番 已經有好好的效果 但是 偉小寶明明是炮軍 神龍島 簡單來說就是 派兵把 紅教主的老家打壓出燒 縱使找到紅教主的矛盾 成功 抹黑正敵 怎能把罪責射 偉小寶繼續說 啟稟教主 龍門夫人 皇帝身邊有兩個洪無愛國人 一個叫做湯若望 一個叫做南為人 封了陰天鑑 鑑政的官 紅教主就跟著回答 湯若望這個名字 我也聽過 聽說他懂得天文地理 陰陽力術之學 那又怎樣 偉小寶 曾經聽過大胡子 蒙古人 漢蝶摩斯 說過 吳山貴和羅撒國 神龍教有勾結 吳山貴遠在混濫 都請不到他身上 羅撒教在遼東這一邊 果然一提羅撒格三文詞 紅教主當時的神情有異 偉小寶知道 對了 這個話題對上了筍頭 心中大氣 繼續說 小皇帝一聽 就小心眼睛發愁 就問湯若望繼章何出 快快撤煙雷 湯若望就到 代神回去夜觀天文 日算陰陽 仔細推算 過了幾天 他就向皇帝奏 羅撒教農物 在遼東 有一座叫什麼什麼 富泰馬的山 有什麼什麼富泰馬的河 偉小寶繼續說 湯若望說 如果連 趕緊做十枚 洪武大炮 在海路運過去遼東 對準什麼山 什麼河 轟他二十炮 打壞了羅撒教農物 今後二百年大清國 太平無私 這叫做一炮保 年平安 這麼少皇帝 那不如連轟一千炮 那還未可以補一千年平安 湯若望說 不行不行 關得太多 反而不靈 又說什麼天璣 不如我洩漏 黃道黑道 說一半熟 熟悉一半熟悉 聽不明白 聽得很生氣悶 紅教主一點頭 這個湯若望 偏德埔大清時獻歷 確實只有二百年 看來滿清的氣數 也只不過是二百年而易 到底 衛小寶長篇大論說什麼 跟他炮軍 神龍島有什麼關係 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他只是東拉西斜 阻顧猶派異議 順著紅教主的喜好 亂說一通 由於紅教主學識淵薄 見多講識 居然瓦慶幫他補充資料 帶什麼羅撒角 大清時獻歷 兩人有說有說 居然有點默契 紅教主在對話之中 從一個旁觀者 變成一個發現人 算了參份 有份參與 偉小寶的討論 紅教主有一些參與感 在潛意識上 又順了偉小寶 多些 不知不覺就跌入圈套 在二實生活之中 有不少學歷高的白領 諸人士 學者或各行各業的專家 會誤中政客和傳媒設客 這一類的牽套 傳媒一以求真 或者求正的名 有道讀者 窮其之業 帶大家一起死世 諸般法例 法則 學術研究 化學 醫療報告等等 讓我們聽聽 某些 所謂專家一面之詞 了解細節本來沒什麼不好 但政客和傳媒 借此轉移 事先 甚至把虛假證據 和偏見 侵入其中 藉此 煽動作者 事人迷失在世智之中 從現在忘記事情的起因 本質和重點 最終大家會變成 見樹又忘臨 不自覺地誤信了傳媒的鬼話 金融在小說裏更加補充 偉小寶說謊 有個竅妙 一世世前 不厭求場 而且全部是真實無誤 只是在重要關頭 胡說一番 他是從妓院入學 符號 洪安通甚至冤博 知道湯若望這本 大聲示獻力的內容 偉小寶這番話 竟然完全合逢合損 偉小寶說謊 就是要把細節 不厭其反交代清楚 甚至乎所有小事情 都要真實無誤 相信至少是事實的一部分 但去到重要關頭 胡說八道 這一招造假大法 連孔教主的大行家 都被門騙過去 到底偉小寶哪來學 原來偉小寶至少在妓院長大 這一招在妓院裡面學回來 而此一來 能夠騙過無數高學歷的白領 中產 正義人士 學者和專家的說謊之法 原來不過是市井之徒的拿手慣例 當然了 洪教主派人造反 被偉小寶抓住矛盾點 對偉小寶抹黑下屬方言 又是張信張疑 此外洪教主學識冤薄 不自覺加入了討論 有了參與感 自然有些相信 偉小寶的謊話 但洪教主身邊的夫人 又沒有這個深魔 和洪酒夫人燒 我聽你說的那番話是不盡不實 小皇帝派你去遼都 為何你又來神龍島呢 即是把問題赤回頭 偉小寶就說 這個外國人說 羅薩人的龍脈是海龍 因此這十輪大炮要海上運去 對準了那條龍的龍口 算好了誓神 等他正要向海中取水的時候 立即轟炮 這條龍身受損就不行了 來自風水堪如之說 龍脈本來是十分注重 但只是說地形刺龍 而並非真是一條龍 什麼龍脈會驚動逃跑 全部都是偉小寶的胡說八道 洪安通聽了以理 不由得有些張信張義 其實洪教主和洪夫人 始終都是張信張義義 但為了散播謠言 龍虛作假攻擊敵人 方而始終不必毫無破債 只要繼續窮其枝葉的胡說八道 然後使人有點兒 相信就可以了 這就是不盡不實 都無所謂 最後甚至乎連玄學、術說、風水、神鬼之說 亂講一通 即是今天以怪力亂神來到末黑的情況 亦都有發生 最後 偉小寶說一大堆假話 始終沒有解釋為何要炮軍神龍島 為何要打壓燒的真相 重點是他堅稱以為 紅豹主和夫人遭到造反才派兵來救 但紅豹主在島上 偉小寶為何要把跑對準島上 這個不是謀殺什麼呢 這個不是造反嗎 還說來來救人 中環江湖 這就是韓柏的一篇文章 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個沙漢人 這個小寶 這個下三樓手段之上 竟然不追究真相 所謂太人之下 沒有紳士 金融先生數十年寫的小說情詩 在現實的世界 竟然不停地發生 這就是韓柏的一篇文章 大家也知道 我是一個science 我讀理科的 雖然金融的小說 我全部看過 那時看追小說內容 沒有像韓柏這些 深入研究 到底他裏面講的 個宗道理 那時我看成只是個癮 所以我領略不到出來的東西 很感謝有朋友 將這篇文章傳給我 現在讀完之後 大家回收一想 就發覺 今天那些黃絲的造謠技巧 竟然被金融在六頂記 借著韋小寶的手法 描述得淋漓盡致 什麼八三一 死人 現在還有很多人信 竟然可以在太子站擺設 零位 這些 異非可思 但仍然有人信 為什麼呢 因為警察的確是進了車廂 用地鐵 把傷者送去莉景 去莉景的醫院 馬家了邪 這些事實 因為他把這些 混合起來 即是說 把細節 就像韋小寶一樣 細節覺得很仔細 但他不肯說 例如 為何這些暴徒 要在香港到處破壞 為何要打異見分子 火燒商店 避而不談 這些原樣 重點他不說 譬如 反修例這個條例 其實 不影響香港人 什麼 大部分的香港人 根本不用怕 但是 偏偏香港人 就有個 恐懼 恐懼 共產黨 仇視共產黨的心理 現在被他們捉得正一正 所以 一說到 就說 將中國 和香港之間 兩個法律的防火牆打倒 我說過很多次 根本 有個 最後首關 仍然是香港的 高等法院 但這件事 就足以 恐嚇倒香港人 所以 就會搞到 這麼多人 相信這班暴徒 他們其實 真正的目的 不是 救香港 等於 葦小寶 真正的目的 不是救 雄教學主任 雄虎人 但是 他 可以 借題發揮 利用香港人的矛盾 利用香港人的心理 將這件事搞到這麼大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收拾到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精彩 我讀了 水過鴨背 很快 忘記了 所以 我也將摺連放在表述上 大家可以過去 再仔細慢慢看 我這個 李科生 真的不能夠 明白太多 到底 不是這樣的訓練 所以 大家可能 會對這篇文章更多 回味一點 尤其是 如果大家還記得 六頂記裡面的細節的話 再不是 拿回一本六頂記 重新再看 這是第35回 大家再看看 拜拜